BELL BELLDI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LL BELLDIY 那這次呢 就想做一個淘寶開箱的影片 那其實呢 我已經重新拍的了 這段影片 因為我拍完之後就 呃...自己的手關了 所以就重新拍了 那我第一樣買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個 呃... 滴膠的墊 那這個滴膠墊是軟的 那滴膠乾了之後就直接在這裡撕出來 就不用 弄髒一張桌子的 但是呢 我已經用了一點點 那些顏色呢 甚至色精滲不進去呢 就麻不脫了 那我之後呢 就買了滴膠 那我買了兩支的 呃... UV膠 那它就20元一支 60克左右 所以就...我覺得都OK的 因為我都經常用 所以就一次過買了兩支 一個的...呃...水... 水晶滴膠 那它就轉了新包裝 所以算了 試一下 好不好用 那我都沒有用的 所以就... 但我用了之後再分享好不好用 之後呢 這個東西呢 是我第一次買的 就是這個滴膠專用的清洗劑 那我就...呃... 那就可以用來去除那些滴膠啊 色精啊之類的東西的 但是呢 呢 這個呢 液了進去的 那些色精呢 就擦物啦 那之後呢 就有一些色精啦 那我就買了綠色 紅色 還有藍色的色精啦 還有這個粉紅色的色粉 那它就是閃粉來的 那我買了一些甜蔥物啦 那就買了一個黃色的閃粉啦 那我就... 那已經有其他色的啦 就差黃色的 所以就買了... 只是買了黃色的 然後買了一些珍珠啦 毛紅的珍珠啦 那有粉紅色 紫色 還有這個... 紫色跟藍色一起的 那這個小瓶是我自己做的啦 那如果想看這個小瓶怎麼做的話 就去回... 有上角那個video那裡看啦 就買了一個卡套的武具啦 那我就... 已經試做了啦 那我已經試做了一個啦 就是紫色... 有點閃粉的 但是發現一件很大的問題 就是呢 當你呢 放了你那張卡進去的時候呢 它這個洞 原本是給你用來... 穿條繩進去掛著的 但是你那張卡呢 是... 剛剛好遮住了那個洞的 那我怎樣穿那條繩進去呢 之後我就... 覺得很失望啦 最後呢 我... 新訂做一個新的... 武具啦 就是在上面突出一些的 那希望可以... 做到啦 那如果大家想買武具的 就沒有買這個方形啦 講一下金屬的... 邊框啦 那我就買了一些小小的這些圓形 那就可以用來... 滴滴滴滴下去之後 做一些手鍊啦 穿在一起 之後呢 這一堆超大堆的 全部都是... 一些公主啦 還有... 呃... 全部都是公主的 一些... 金屬邊框來的 好啦 那就有一些公主系列的鞋子啦 然後呢 有這些邊框啦 全部都是公主來的 還有頭像啦 還有... 一些公主的裙啦 有一個聖誕老人 還有一個... 背殼的... 呃... 金屬邊框 那呢 剛才那堆東西呢 全部都是第一件淘寶的貨 那第二件呢 我也是... 買了一些跟滴滴滴有少少關係的東西 登登! 就是兩個的UV燈 那一個呢 就是小小的 那一個呢 就大個少少的 那我現在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小的這個呢 那就是滑鼠手掌 那大個啦 就是有六盞燈的 一共是9W啦 那它就有兩隻腳可以這樣 放在那裡啦 那你可以用來做指甲啦 或者是UV膠也可以的 那它的插頭很方便啦 就是這個Android的線來的 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家的普通Android線 接著插奶媽啊 濕電啊 接著又或者揉在電腦上也可以的 那它一共呢 就是有五隻顏色啦 那我買了兩個的燈都是買了白色的 那它就是插在插頭啦 然後就按這個按鈕呢 就是有1分鐘的每一次 那之後這個呢 就大一點啦 那裡面有一條線啦 有這個機啦 還有一個說明書 不過呢 說明書不用看都可以的啦 那它就比較像一些家用 或者是一些店裡用的指甲燈 那它呢一共是有12盞燈的 那我買的那個呢 就沒有紅華線啦 那如果是買一些貴一點的呢 就有紅華線 你一伸一招 或者一放東西下去 那它就會著燈的啦 它的插頭呢 是一種圓形的插頭來的 所以呢 如果這條線壞了的話 那這部燈應該基本上就用不了了 所以這條線呢 就一定要配上這個燈的 它就是36W 然後呢 UV和LED都可以的 那這一部小的那部呢 都是兩個UV和ULED都可以的 那它就有這個無限啦 60秒啦 還有120秒給你選啦 那呢 我這一部機和這一部機呢 遲些會拍多一條片呢 去看一下研究一下好不好用啦 那呢 我們這次這個 淘寶開箱的影片呢 就來到微星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給like和subscribe我 youtube頻道啦 還有followinstagram 我們下一個video再見 拜拜 喜歡這條影片的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 我們下一個video再見 拜拜